公民投票決定 這是憲法裡面規定的 我們憲法要改變台灣 台灣都是要經過立法院的修改憲法 修改憲法之後還要經過國家 不是 人民互決 公民投票 要公民票數的一半 所以這是高難度 所以我是覺得台灣要有自信 我們要有自信 我們也不怕跟李宗大陸來往 但是我們民主自由是我們最大的防衛武器 任何要改變台灣都要經過人民同意 所以我就主張 我們應該有自信 可以跟中國大陸來 我們不能不跟他經商 所以未來我也要到中國大陸走一走 也看一看 也會到其他國家看一看 那最不好我就回去種芭樂 最壞的打算就回去種芭樂 那另外也想說開一個咖啡廳 不過還在談 這個要找店長 開咖啡廳要找店長 所以這部分還在談 那如果開咖啡廳的話 希望就是有一個場所 讓很多朋友可以來這邊相聚 要找人 要想找 比較方便 這個是一條路 那另外一條路可能會對家庭好一點 找一些朋友 會跟一些朋友做一些 可以的話做一些小生意 那這樣可能對家庭會好一點 那如果想不開的話 參政是可能最辛苦一條路 參政可能是最辛苦一條路 那這一次的話雖然是落選 但是有41萬票支持我 那我們也感受得到 這個41萬票裡面 其實很多都是比較中上階層 很多是知識分子 這一點是當我相當比較安慰的地方 很多都是知識分子 但是我們民主制度底下 就是這個 犯夫走足 我同樣是一票 這是我想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這部分的話 也給我很大的鼓舞 那當然我們希望未來 這個會有第三勢力 台灣我想長期 這個政黨的惡鬥也太嚴重 藍綠對抗也太嚴重 這兩黨完全沒有互信的基礎 比如說最近發生的林勝文 這個槍擊案 連這個圖醒澤 這個當過 這是醫學 這個醫學博士 也當過這個衛生署署長 他竟然也說這是高音指點 高音指點打過去 怎麼樣打才不會失人 所以這個也就是 意識形態的對抗 這個就是立場 這個就是立場 那報紙也有立場 我覺得這個都很不應該 報紙立場也很鮮明 報紙也有立場 電視也有立場 電視也有立場 這個都造成台灣內耗很重要的因素 這個也是我要參選的 也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覺得台灣應該要 不要再意識形態 應該大家要團結一致 不能再分彼此 不能再分族群 不能再分族群 所以我才說 你如果成局喊出 顧台灣 他說要五都前拿 拚過半 顧台灣 顧台灣 你如果這樣我跟你不同陣營 那是不是我就不顧台灣 所以類似這種 你顧台灣 我自己不跟平 是不是我就不顧台灣 所以這個 類似以後這種 這種 會失戀 會分裂的話 的這種 這種 理言 我是覺得應該都減少 都減少 住在台灣 大家都愛台灣 當然是台灣台灣 愛台灣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大家可以這樣做修正 政黨也修正 未來族群就會更融合 就沒有裂紅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一些想法 也是會促使我去參選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 這個雖然是打敗 這個打敗仗 但是有40萬張票 給我很大的服務 所以未來我們希望 還可以為國家 為社會來貢獻 那 未來更希望跟各位我們的這個 網友 大家更互動 那我喜歡爬山 我也喜歡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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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爬過兩次一山 爬過兩次 所以未來我如果爬山的話 也歡迎大家 我一起來爬山 一起來爬山 那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未來更保持聯繫 謝謝 感謝 感謝 謝謝 謝謝縣長 剛剛縣長有提到說 他也要先休息一下下時間 那我們也期望 不要讓這個很會做事的人 休息太久 對不對 希望他可以繼續趕快回來 跟我們一起 為我們的這個新高雄 一起努力 那當然剛剛縣長有講到說 他要回家去燕巢 種拔了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也希望說 有一天 這個有機會的話 館長那些拔了很 成熟的時候 讓我們大家去他們家 做拔了好不好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來這個 來 來 爬山 然後到我們家 巴拉 也可以到 觀光果園 對 對 對外開放 對我們粉絲團 開放 對 然後這是第一個 剛剛講到這個巴拉 第二個就是縣長 他 有這個 要開咖啡廳 你們都知道說縣長 他其實手藝很好 他以前就有煮過咖啡 而且縣長 還有一個拿鎖的絕火官 因為你給你的粉絲 你有一個絕火啊 會雕刻那個水果 那個 很久了 很久了 坐下來就好 輕鬆 我練 我練書 我大學的時候 記得我大 大士 練大士的時候 那時候是民國六七年 那時候是 台灣也在選舉 也在選 這個立委 跟國大 那我是上了台大以後 看了這個自由中國 他寫說 反攻無望論 我說怎麼反攻無望論 所以我對他文章很感興趣 所以看了很多自由中國文章以後 我記得說 過去的教育都在騙我們 都在愚民政策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反對國民黨 那後來民國六七年中 等事在這個立委 一個國大選舉 那有一個陳古應教授 陳古應 台大哲學系的教授 到台大來演講 那場演講 大家都受他非常感動 我也是 他演講完 大家把口袋的錢 請往他的車上去丟 就是讓大家很感動 那場演講本來是 國民黨都派那個憲兵 一些特務去那邊跟鬧場 所有的演講者都沒辦法演講 都被他鬧得沒辦法演講 跟他虛 虛聲 到最後這陳古應教授 現在已經從台大退休 好像在野區北大 北大 北大 當科威周教授 所以他演講說 哇 大家都雅切無聲 連特務要跟他鬧場 都不但沒有鬧場 而跟他鼓掌 所以那場我真的是受他感動 所以後來我就 那時候是台灣還戒嚴 還戒嚴 學生不能助選 所以那時候我就用假名 也很天真 我用一個假的名字 去幫陳古應 陳婉辰助選 就是因為這樣讓我走入政治 那後來選到一半 因為台灣就是中美斷交 就是台灣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 這個選舉就沒有選下去 那時候陳婉辰開一個夥伴股 夥伴咖啡 那時候我已經在台大旁邊 心生難路 那剛開始我就去幫忙 所以很多政治人物 我就在那邊認識 去幫忙 那後來那時候中國大陸 有一個北京之村 地下看路很有名 所以後來陳婉辰跟姐夫 他們就去開 去台中省議會 發行這個潮流地下看路 那我覺得那個工作很有意思 所以後來他們都去台中辦報 辦這個地下看路 那我就幫忙照顧這個咖啡廳 咖啡廳叫夥伴谷 夥伴谷 所以我會煮咖啡 也會用這個蛇頸水果 蛇頸水果要雕刻啊 這個柳丁 要稍微把它 又一些有形狀的雕刻 那我也會做香蕉船啊 這個很多 不過三十幾年了 我們希望找一個地方 不過這個天要跟王蕙玲 我請王蕙玲、王藝衍 他來負責 不過很多朋友要跟我投資 很多朋友要投資 所以未來 你們第一次找我都會請客 謝謝 來來來 謝謝 來來來 我就會幫大家爭取福利的 今天晚上有來的 大家都有福氣了 我們就來請我們那個未來 我們縣老爺咖啡廳的這個 最大的老闆 來這邊承諾我們大家 如果是VIP的話 是九折將 沒有誠意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樣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吧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很好的話 請大家掌聲鼓勵 讓我先把它吹下去 比較大聲 我們要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一人都有混 好 我想剛剛縣長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待會兒呢 如果有機會 我們讓縣長繼續跟我們分享 他的一些人生成長的故事 我想大家如果有看節目的話 今天可能沒有準備口琴 沒有館長可以現場來吹一段口琴 有機會讓大家再秀 我知道很多縣長的小秘辛 好 但是我今天一定會讓縣長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今天有很多我們的網友 他們特別從這個趕來 那利用這個下班的時間來 他們也有一些東西是準備好 要送給縣長的 那接下來我們這一段 就是來進行這個送禮物的時間 好不好 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的網友 來準備一下 這是他們特別親自要準備的禮物 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等一下有要獻唱唱歌給祝福縣長的也可以喔 所以大家可以準備一下 來我們先 來先講幾句話 跟縣長講一下為什麼要送這個禮物給他 等一下會再合照 但是先讓你講一下為什麼要送這個東西給縣長 來 大家好 我們是那個高雄副理書院創業社 我們這個社團長久以來 在鳳山市 鳳山縣對不起 鳳山縣對不起 鳳山縣對啊 我今天一直很緊張 因為看到楊縣長其實很開心 而且我衝到他旁邊跟他一起坐 我真的很開心 那因為我們長久這個社團是 我們楊縣長跟我們的那個副縣長都很照顧我們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有一大票的姐妹通通都有來支持我們縣長 縣長 我們的姐妹通通都在那邊 就由我來代表等一下 我們就是我們姐妹做了 就是把我們的心聲通通寫在上面 要給我們的縣長 你們要不要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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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電視